我看看 還有 美國那邊應該是好的 大選那裡就放了心 因為那個大選就是整個國際的形勢 現在你看看 剛才台灣的人問我 他們賭得很大的 這次他們都賭在特朗普身上 台灣人都賭在他身上 日本 印度 越南 包括我們香港 我們唯一的寄望就是特朗普贏 贏了自由的機會將來我們香港有光復 日本賭得很大 整個中共都得罪了 搬走工廠 基本上可以這麼說 放棄了中國的市場 來跟它對立 日本人所謂的日本的經濟 可以這麼說 出口的經濟 一半是靠中共的 還有一半是靠美國的 它又是攬炒 又是願意犧牲了自己 在大陸市場的利益 因為日本做的那些東西 它賣得給中國 它賣得很多 日本賭得很大 台灣賭得很大 所以台灣趕快買多一些武器 他們怕如果特朗普輸了 如果拜登上場的話 他起碼有這樣的先進的武器 可以頂得住 頂得住一下 賭得很大 我們賭得很大 當然了 都是好事了 現在希望這個扭轉整個形勢 美國一贏了之後 美國就會抽乾沼澤 我們就希望全世界都要抽乾沼澤 就是要孤立中共 尤其是我們香港和美國 這個就是我們的希望 特朗普這四年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希望對付中共的東西 就是它一上場之後 你看到蓬佩奧都沒有停的 馬不停停這傢伙 就有飛去和印度、印尼、越南、錫蘭 馬爾代夫 一路去開會 就是在組織著這個新的聯盟 對付中共的 但是他一直在那邊不斷推進 所以就有機會 接下來這幾個月就會發生 我都在觀察著他 這個人是死硬的 原來陝西北部的人 他都叫做雷 就是當天的 雷 雷就是雷仔那個雷 那個雷就是很挖強的 所以我現在看起來 這個他就是一味是死忠的了 就是覺得社會主義是搞定了 而且下面會做些事情 比如叫王岐山來頂住一下 搞好一些經濟 但是他這個跟美國那個所謂對撞 就看起來就不會放鬆的 他真的死定了 所以他不是提出過朝鮮的意思 當天朝鮮都是對全國聯合國 是聯盟 不只是對美國 當天在朝鮮戰爭是 朝鮮 實際是朝鮮是無力的 全部靠中共的 就打整個聯合國的聯軍 這次他就提了兩次 就等於說朝鮮多英雄 這些當然是講謊話 但是他那個精神 那個精神就是他就說 我就是我不怕 我不怕好像朝鮮那樣來對抗你的聯軍 他就直接擺出這個姿勢 看起來這個人我們以前都以為他會軟化 不會 他會拖 但是他不會軟化 他會找一些人出來 答應你拖一下時間 讓他多一些時間準備 準備他的所謂內循環 準備他的所謂軍事演習 但是他就不是願意放棄的人 現在開始我們就越來越明白他了 以前我都有一點點想著 不知道會不會軟化 看起來就不會怎麼軟化 估計都是要打他一刀 要打他一刀 這樣才有機會求和 就是他那方面求和 或者和談 美國就不軟化 所以他不會和中共談判的 直接不可能談判 一定要特朗普那個戲還沒出 那個鼓戲還沒出 你記得我不是投了一個方案出去 你們簽證的 就是說你還沒談判之前 要有一個預先的條件 先決條件 給我們香港普選 這個實際上在中共下面搞普選 實際上都是臨時的過渡性的 不是徹底性的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有一個普選都好 立法會有一個普選都好 真的普選的話 這樣都可以拿我們的所謂痛苦 可以減輕一點點 可以拖一拖 我就看到我們那些年輕人 可以做很多個事 出來執政方向を考慮 這樣的話 這個命的 確實就是 要擔心 這麼做 這個考慮 選擇 他想著輸的很慘 真是找人來談判 他有機會是會考慮 會同意的 如果他同意的話 可以減輕我們的痛苦 但是沒有解決我們的問題 解決我們的 最後要解決我們的問題 就是現在香港的沼澤都要抽乾 什麼叫香港沼澤抽乾呢? 就是抽走那些共產黨 香港裡面都是被共產黨那些污水染了 要抽乾 你想一下香港有多少共產黨 大謊話說都應該有幾萬 中聯辦也有幾千 跟著有些潛伏的 有些什麼 那這幫人 如果我們香港要安全 不容許他們留在香港 除非他們放棄 放棄共產主義 如果不是不讓他們留在香港 那幫所謂的建制派裡面 大部分都是有些為了利益 為了名譽 有些是無知 那這幫人當然 我對他們都恨之入骨 因為他們如果不支持林鄭 不支持中共 中聯辦 我們不會這麼慘的 所以當然他們是香港人 就不是共產黨員 但是我們香港要抽乾我們的沼澤 起碼那些所謂的共產黨員那些 麻煩你爛肆 所以這件事情 你們要記住 不要放棄 這個理念 你們要香港有前途 有平安 不可以被共產黨潛伏在那裡 不管你什麼國企多大的生意 不管你金融什麼利益 什麼利益 我們香港當時 以前沒有中共 好得不得了 還是我們截制它 現在我們千萬不要留戀中共在香港的投資 實際上它的錢是從哪裡來的 都是我們幫它賺的 所以就要徹底搞定香港 一定不可以有共中共在香港 一定不可以有 這個只有這樣才是唯一安全的 你記住我說 好像我口氣很大這樣 但是我呢 就看得太多 我對共產黨太了解 我看到他們內部 一天他們留在香港 都會死灰復燃 不可以讓他們留在那裡的 你說我妄想也好 但是起碼我清楚要解決這個問題 只有這個辦法 只有拿他們清場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就怎麼做這個將來 一步一步做 但是這個目標一定要清楚 你不可能跟共產黨共存的 包括我們香港人 不只是美國人 DOJ新聞 FBI發佈會 這個人 美國是否有一個法會 不奇怪的 現在他們的司法部 美國的司法部 現在的壓力很大 因為大家都看到它 看它沒有行動 那邊收了那個銀盤那麼久 homeowners which is called the President 這個叫做一齊 тысяч的人 鹿 insulted 這個叫做說 這個叫做 Reverend Rob�� 他會這樣了 那就不要 Asian 也不 flex了 同時就會一個一點 梵蒂岡的總理 教皇就好像總統那樣的 就是做儀式的 實際整個梵蒂岡的行政管理 它又有一個國務卿的 他們說那個國務卿 哇 根本就是收錢收到離譚譜 我記得差不多三年前 我就說 我反正去開遊船 遊輪 就停意大利 我想去見一見那個教皇 想見一見那個教皇 然後有些天主教人給我安排 搞定了 你寄五千塊美金來吧 就好了 不是我一個人 我要多帶幾個天主教的朋友一起見 就安排了 就是這樣 你說那幫人黑不黑 你要見教皇 給錢 都是錢 現在跟中共那裡就糟糕了 這個秘密協議 那個教皇還想說去北京 去公式訪問 還有最慘的 他現在你看看什麼 陳日鈞 所以陳日鈞說這些 你們給我請問 陳日鈞都說得很清楚 那天受誰訪問 說得非常清楚 真是 陳日鈞又可惜 根本就真是需要人在整個天主教裡面 需要人造反的 這個人一定要推翻他 跟白俄羅斯一樣 你敢來呢 我們一定要起義推翻你 教皇都是假的 教皇都是人來的嘛 我有假的Facebook account嗎 不是吧 我有Facebook account 但是我真的沒用 我真的沒空去看 很多人排著隊 說要和我接手他們 但是我真的沒空去看 我現在Twitter都僅僅是頑皮革住的 女肉好吃啊 習近平真是餵誰 復了復了 蓬佩奧的大圍島計劃已經差不多 已經完成了的了 現在習近平在等英國那艘航空母艦過來 他們說一如我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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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學會一些 好 我今天就講時 因為今天真的是4點鐘起身 已經做了這個第三個節目 真的有些疲倦 多謝你們這麼碰上 剛才那個大選那個 有關大選那個 你都有很多人上來看 分散點也好 最近不同的方面 大家去談一談 如果你們有什麼建議 關於香港的事情或者大陸的事情 幫你給我建議 今天我講到這裡為止 多謝各位